個十百千萬 十萬 停車場的繳飛機 竟然出現十五萬的天文數字 讓車主很傻眼 因為他停車根本停不到半小時 12號當天 車主把車子停在家裡的 私人停車場 規定停半小時收費20元 但他不到30分鐘就離場 到繳飛機查詢停車代幣時 螢幕卻顯示 停車費有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二塊 一開始還以為是電腦故障 但其他人投幣繳費都沒問題 搞了半天才知道 是代幣出了包 管理員到場才發現 問題出在停車代幣上 原來這枚代幣 因為消磁不完全 從去年八月開始計算 才會出現超過15萬的停車費 搞半天是烏龍一場 但車主擔心有後續問題 第一時間已經報警 烏龍停車費當然不用繳 但光是處理好少的時間 就已經讓車主一個頭兩個大 據説以後供佩如再一次報告 VM 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